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赵考 今天我们要来介绍的是 喷射恐龙大王成长陪伴模型 猪成暴龙 鲁熊 眼前的猪成暴龙是非常著名的一种 白个季晚期的石头恐龙 它在中国也是为数不多的 发现白个季晚期霸王龙类的 这样一个化石的材料 猪成暴龙化石材料并不多 但是非常难得地保存了 头骨面部的大多数区域 因此让我们对这种恐龙 有一个非常好的了解 猪成暴龙实际上发现了 很多零散的材料 但是这些材料保存的并不是很好 但尽管如此 通过它对近亲 就比如北美洲的霸王龙 以及蒙古的特暴龙的一些材料 进行对比 我们会发现它们跟这种恐龙 还是有一些略微的区别 以及很大的相似之处 猪成暴龙的材料非常零散 除了这个标志性的头部之外 它还发现了一些腿部的这些化石 但是它的很多其他材料 并不是来自同一只恐龙 我们在复原这只恐龙的时候 主要参考的还是有头骨的 这一部分化石 它的头骨显示出跟霸王龙 以及特暴龙有非常相似之处 就包括它的牙齿非常的巨大 也是这种香蕉状的牙齿 但是它的牙齿数量跟霸王龙越有区别 然后它的下颌看上去要更厚重一些 以及它的面部跟霸王龙 以及特暴龙相似的 它的面部有好多大型的凹槽 这些凹槽同样可以精准地复原出 完整的这个面部的大型鳞片的图案 就像这个模型展现的这个样子 我们通过对这个头骨的碎片 除了对这个大型鳞片的进行修复 也对牙齿的位置和排列进行了重新的修复 补全了这个牙齿没有保存下来的部分 化石只保存它的上额 但是我们也是通过对北美洲的这个霸王龙 以及对这个特暴龙进行参考 对这个头后方的这个位置进行了恢复 整体的面貌就像这个样子 看起来跟霸王龙非常的相似 就是脸是一个比较短的一个样子 从正面来看 它也有跟霸王龙类似的这种面部构长 它两个眼睛会朝前 然后它的嘴巴经过修复之后 你会发现它的嘴比较宽 并不是比较窄的那种样子 是接近霸王龙的那种比较宽的样子 然后珠城霸王龙它的头后的骨骼 并不是保留的很多 但是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对腿的比例 修复出一条完整的腿的样子 它的腿部的结构跟霸王龙也是非常的类似 是这种大腿小腿区域相等的这样一个长度 但是腿部可能要比北美洲的霸王龙 按比例来说要更加的长一些 看起来要长一些 然后它的身体其他区域 我们基本上是参考特暴龙的样子 就比如说它是有一个比较短的一个脖子 现在我们认为这个脖子是比较粗壮的 因为它的颈部肌肉 尤其是下方跟侧面的肌肉 都是连接在这个肩胛骨上 因此它的整个脖子 是比较粗壮的这样一个样子 然后通过做一些霸王龙的脖子研究 我们会发现这类恐龙的脖子虽然短 但是实际上是一个很灵活的一个状态 然后在皮肉下方通常显示出一个S型 这个模型虽然从表面看不到骨头的内部 实际上它的解剖结构在里面是一个基于S型的样子 这样的复原出来之后 会发现脖子要比实际上看上去要更短一些 而且它的身体有可能像霸王龙跟特暴龙一样 是比较紧凑的 比较短的这样一个样子 然后前肢主要参考的是特暴龙 前肢看上去更加的短小 就这一方面并没有太多的化石材料可参考 然后它的尾巴同样也是典型的 具有霸王龙类的特征 它的尾巴上的肌肉非常发达 然后这里被一条线区隔成上下两组 这跟多数恐龙一样 这条线的位置位于尾巴骨头的横秃的位置 它的尾巴的根部有几组肌肉是连到大腿后方的 朱长暴龙的大腿显示出 也同样具有一个向后突起的这样一个结构 这样结构附着的肌肉 一般都是连接到尾巴上的这样一个特征 此外就是关于朱长暴龙的皮肤 靠近身体下方的部分 以及尾巴的侧面 我们主要参考的是特暴龙的皮肤的样式 就比如它的喉咙以及肩膀处 具有比较大型的这种硬币一样的这个磷甲 然后在它的尾巴上 有很多非常细小的规则的磷片 但尾巴的上方以及身体的侧面 我们参考的主要是来自北美洲霸奥龙的材料 是那种非常小型细密的 无规则的网格状磷片 就像化石展示的这个样子 另外铸成暴龙的脚 我们同样参考的就是 这些年来出土了大量的 关于霸王龙以及霸王龙类的 这种恐龙的脚的化石 化石往往显示出 这类动物的脚非常非常巨大 要比骨骼要大很多 我们知道霸王龙的化石 脚非常像鸡爪的 它有三根用来行走的这个功能指 这个三根功能指一般都是附着于整个脚的背面 而在脚的下方 有非常非常肥厚的这种大型的肉垫 这就让这种恐龙虽然体型巨大 但是两只脚看起来也是非常非常巨大 而且通过一些比较好的脚的化石材料 就比如空卡猎龙的化石材料 你也可以看到 很多恐龙其实都具有这种大型的肉垫 而且像空卡猎龙的脚部化石 也显示出这种恐龙的脂甲 实际上脚质的部分要非常非常长 要比化石看上去整个脚要更长一些 另外就是在脚上脚底有大量的比较细腻的鳞片 就像身体一样 这个模型的脚的上方也做了这种非常细小的鳞片 另外在它的脚的背面 在这个植骨的后方 有一排比较大型的鳞片 这个也是根据一些保存比较好的恐龙的化石 就近些年来有一具叫格斗中的恐龙 这一具标本显示出了至少很多暴龙类 在这个位置有这种大型的巨尺状的鳞片 这有点像尔苗这个脚后方的这个样子 以上就是关于猪神暴龙 鲁熊的这个创作过程